今天我们来介绍鲜辣啤酒鱼的做法 新鲜的草原加上啤酒随便一做 配点蔬菜炖一锅 鱼肉香辣鲜香特鲜嫩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草鱼去头尾,对半切开,剁大块就行了 加入葱姜料酒,生抽,老抽,蚝油 还有一点点和黑胡椒粉 两大勺老干妈,搅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入味 起锅炒香葱姜蒜 再倒入洋葱块 炒出香味,以后再加入一点点食盐调味 把金针菇铺上去 再把腌制好的鱼块铺满一整锅 腌鱼的料汁倒进去 再加入半罐啤酒 盖上盖子焖20分钟 焖好后,放入小米辣和香菜出锅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 小米辣和香菜出锅 下集中